他们是一群老人却只有五六岁孩子的身高 在这个偏僻的山谷里究竟曾经发生了什么可怕的故事 古老的传说是谣言还是魔咒 健康之路将带您走进这个神秘的矮人谷 探秘离奇的矮人病之谜 健康之路探秘矮人谷即将播出 把握健康拥有未来 欢迎您收看健康之路 在四川省的资中县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矮人村 这里不仅仅是矮人众多 而且是矮的旌旗 他们一般都是有着七十岁老人的面容和体态 但是身高就像个五六岁的孩子一样 他们不仅仅是步履蹒跚行走艰难 而且时刻都在忍受着疼痛的折磨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走进这个矮人村 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爱人村 真实的地名是四川省资中县明阳四村 这里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村落 然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村民惊恐地发现 村子似乎遭受到了奇异的诅咒 在一夜之间 一场怪病开始席卷蔓延 这场怪病引发的后果极其可怕 全村几乎无人性命 成年人 腿痛男人 无法走动 最终变成了残疾 孩子们则在疼痛清洗的同时 被定格在当时的身高 永远停止了发育 可能是斩这七人要占百分之七 时隔七十年 老人们至今还记得 那场可怕的噩梦 但是随着老村长罗德山的讲述 我们发现 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精致 这个队的七人是非常的奇事 他哪种呢 他就是五官部 周竟就是乃子 马子 还有个龙子 下子 就在脸部这个五官上 就要有五个航母 下身 在中间身上就是有拖子 手上有鹿子 有爪手 一家最多的爱人有鹿过的 最多的 这个起码就有个三两家人都是在鹿过七个 其他有四个 三个 基本上那个时候我们这个队是三十多夫人 那个时候是家那家都有残人七人 这场怪病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才慢慢消失 砖研六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孩子最终出了一群只有五六岁身高的老人 矮人村也由此得名 提起当年那场灾难 如今仍有许多人记忆犹新 因为这场灾难给明阳四村留下了很多身高只有一米左右的矮人 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神秘传说 从那时起 矮人村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不祥之地 是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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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 陈家的男女老少突然纷纷脚痛男人 行走困难 不久 患病的成年人变成了残疾 孩子们的身高只停止了生长 一开始 人们以为这只是一种家族疾病 都说是陈家的祖坟不吉利 迁累了后代子孙 但是很快 他们就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村子里出现类似症状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就连从外地新迁入村子里的人也未能幸免 这个时候 第二种传说出现了 明阳四村坐落着一座大黑山 大黑山的山脚形状就像一只燕子 当年在山脚下 有一天 炸糖的糖糖 人们认为糖糖炸糖时燃起的汹汹烈火 烧焦了大黑山的烟子架 由此招来了烟子的祖宗 明阳四村是山区交通不便 经常要靠两条腿爬山上坡 但是由于矮人们两腿短 肚子小 再加上关节疼痛 所以挪动起来格外吃力 就连很简单的挑水做饭 做些家务对他们来说都非常困难 只能几个人互相帮忙才能勉强完成 但是这场可怕灾难带来的伤害 还远不止这些 他脚痛了 他就不能安家了 他没得过安家是最大的一个痛苦 因为安家就是没结婚 就叫没有结婚 为什么腿痛就不能安家了 因为女人他就不敢嫁给他 男人自己不敢进 如果结了生下了小孩 他就无法盘下了 不敢把你个娃娃生长来 把他盘打下了 我们自己都做了都够不得吃了 结婚你还盘得起别人 有些如果他看不去 你不如你自己做了都吃成困难了 别人来负養你 怕别人拿去干了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挑水 做饭 干家务 安家落户 结婚生子 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但是这些对于矮人骨的患者们来说 每一件都是充满了艰辛和无奈 那么难道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这种可怕的魔咒吗 其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对于矮人村的发病原因 四川省地方病的预防控制部门 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积极的调查 然而这个调查过程也是异常的困难 众多的猜测也是分支塌来 绵阳四村有八百多口人 分为六个生产组 令调查人员惊讶的是 所有的矮人都出自居住在苦慈沟的第一生产组 苦慈沟东西长不到两公里 有三十多户人家 几十年来人口一直维持在百人上下 难道七十年前这里集体爆发过一次猪如症吗 通常所说的猪如症 主要是因为缺乏生长激素引起 一般在儿童时期 表现为生长的落后和延迟 所以猪如症患者的长相 都会显得比较幼稚 即使到了成年 看起来也是孩子的身子 娃娃的脸 但是苦慈沟的矮人们 却是孩子的身子 老人的脸 他们的头骨和手脚的尺寸 也与常人一样 另外医学界普遍认为 猪如症在牺牲而生的发病率 只有万分之一 而且大多数猪如症患者的寿命 只有三四十岁 而苦慈沟还健在的矮人 年龄最小的也有七十多岁了 最大的将近九十岁 算得上是长寿了 调查人员查阅了相关资料 发现这里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猪如 而且这些矮人们在儿童时期 身体发育也都很正常 种种迹象表明 苦慈沟的矮人 并非得了传统意义上的猪如症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出现了如此众多的矮人呢 在他们身上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在走访了大量的患者后 调查人员发现 他们的病情极其相似 疼痛最初从踝关节开始 然后经膝关节 髋关节 向全身各主要关节转移 那么 矮人病和关节疼痛 究竟有了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 矮人的骨骼又是什么样的呢 为了查出矮人从怪病 在医学上的病理原因 四川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组织患病村民 到当地医疗机构 进行了X光射线的检查 当前来会展的专家 看到矮人们的X光片时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我发现主要是几个部位 都是大关节 特别是副中关节 宽关节 气关节 另外还大关节 周关节 这个病病 比较明显 多数表现在 就像宽关节 骨骼头 发病率比较小的 骨骼头 基本上发育不全 从矮人们的X光片上 能够清晰地看到 原本应该正常活动的宽关节 现在已经连成了一片 软骨组织全部坏死 正是因为如此 才导致矮人们 在走动时非常艰难 疼痛难受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矮人们的关节软骨 发生了坏死呢 第一个引起人们注意的 就是矮人村的地理位置 我们就在想 这个是不是个磁场云转 因为它结果这个构织 叫枯死构织 是磁场那个磁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在想 是不是个云转 如果是当中 把小瓦尔载一动 那就是云转一圈了 难道是地下磁场产生的 某些放射性物质 对村民造成的影响吗 调查人员 采取了患病村民的头发 血液 尿液等样本 在回研究中心进行化验 化验的结果 很快出来 但是并没有找到 任何放射性元素 这个假设被推翻了 事情调查到这个阶段 矮人骨的发病原因 既不是猪如正惹的祸 也不是地下磁场的作怪 那又会是什么原因呢 有个人提出了一个想法 说这些矮人呢 都集中在这个狭小的山谷里边 那会不会和这个山谷的气候有关系呢 调查进一步展开 虎兹沟地形低洼 气候湿热 注意温差比较明显 山谷里经常能看到一团团白色的雾气 这就是南方常见的瘴气 而且清晨起来 露水很深 走不大一会儿功夫 就能打湿衣裳 因此有人提出来 会不会是山谷里 常年缭绕着的瘴气和湿气 清洗了村民的骨关节 最终导致风湿病恶化 引起残疾 甚至身高停止发育 但是 四川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的专家 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意义 他们认为 虽然矮人病发病初期 和风湿病类似 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症状大不相同 矮人病的关节发生明显肿胀 而且有严重的变形 这是和风湿病的最大区别 才想再一次被否定 磁场和气候的因素都被排除 那么 还有什么因素能紧发这场怀病 这时 有人注意到每个奇特的现象 名声在外的矮人村 不仅人的个子矮 而且连庄家也比别的地方要矮上一截 难道说 这里的土壤还有什么有害物质 导致农作物都涨不高吗 那么 这会不会也是矮人村怪病的起因呢 这个发泄源说我们撤了二十多沟 现在不想看待 有个别的地方这种原宿偏高 那个地方那种原宿偏高 但是它没有沟冰区之间没有一致性 整体的结果都要输这个沟尘埃 如果是烧落的水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这个稻谷就可以插下去 就是出这条路 这条路比较冷静 但是容易造水到的大温柄 而一造的大温柄 也确实远盖个四八个分 坏着四个分多点 是这种情况 原来苦慈沟的庄稼长大 是因为遭受了病害 与怪病没有任何关系 猜测再一次被否决了 调查进行到这里 人们心头的疑惑越来越深 所有人都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才是苦慈沟特有 而其他地方又没有的东西呢 于是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来 一个地方 村里人说 这口水井有个可怕的名字 叫骇人井 它是苦慈沟里唯一的一眼水井 村里的人 祖祖辈辈 都是和这口井里的水长大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人们就怀疑它和怪病有关 但因为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 同时 当地的地下水又严重缺乏 所以 人们只能一直使用这唯一的水源 那么 这口滋养了苦慈沟人的水井 真的是怪病的罪魁祸首吗 因为从我们现有这个着痛的人 就好像我们都喝了这个水 达到十年以上 就现成我们的着感痛就喝了这个水 原始一个想象 是不是我们喝了这个水的人 因为就多数都已经着感痛了 老了来 就讲这个经验是不是有问题 这次的猜测能否接近真相呢 调查人员采集了水样 送回实验室进行化验 检测水里的有机物及细菌含量 结果发现 井水里的大肠杆菌严重超标 同时 人体生长发育所需的钙 磷等微量元素非常缺乏 井水果然有问题 难道这就是矮人村怪病的根源吗 可是苦思沟人足足备备 以用这口井里的水 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过矮人呢 为什么同样和这口井里的水 有的人变成了矮人 有的人却安然不一样呢 难道在七十年前 这口井的水质突然发生了某种改变吗 这个水井就千岁进地标水 这个污染人这个是存在的 二个有的地方 水里面的发行元素 比如说被施蒙 这些含量比较高一些 但是在另外一些冰区 又不存在这种现象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发冰 一个冰人的时候 它在过冰区应该有移植性 所以它没有移植性 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认定 这一轮的调查呢 气候的原因被排除掉了 水源的问题也被排除掉了 也就是说 看起来有可能的一些答案呢 都被一一否定了 所以大家感到非常的茫然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样一场灾难 是什么改变了苦子沟人 这么多人的命运呢 难道这个村子将永远的被阴影所笼罩吗 这一次啊 调查人员的决定改变一种思维方式 咱们不从这个外部的环境来找原因了 我们从苦子沟人的这个生活原因来入手 打一场持久战 这一次能不能够找到爱人病的真相呢 四川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的工作人员 给每一个患病村民都建立了档案 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进行长时间的跟踪调查 希望能够找到怪病的起因 这个发病后 就家庭 它有一定家庭寄居性 也就是家庭多发的情况 在分析了大量的资料后 专家们对爱人村怪病的起因 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 他们认为 这场可怕的怪病 很可能与当时收获的粮食有关 我们采来西洋 包括他们那里 像一些小麦 大米 红薯 我们进行了 这个 我们各家 地病中心 专门进行检验 就是 台湾里面的粮刀菌 包括是毒素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四川地区 就于战乱频繁 土地荒 人们赖有活命的苦粮 受到严重威胁 许多家庭 开始挖叫储仓粮食 希望能够度过荒年 由于当地气候湿润 降水丰沛 再加上 仓储条件比较差 所以 较藏的小麦 红薯等粮食 极易发霉变质 滋生一种肉眼观察不到的镰刀菌 镰刀菌能够产生一种T2毒素 如果人食用了被镰刀菌污染的食物 毒素就会进入人体内沉积下来 造成身体慢性中毒 我认为就是说 他如果大量的毒素 造成逐渐的慢性中毒 造成关节软骨的变形反射 最后造成 所以说儿童就造成软骨反射以后 就影响他的身上发育 成年人造成关节软骨的反射 就造成关节真身 变出功能障碍 能证明专家这一推测的另一个证据是 绝大多数患上矮人病的村民 都是在冬春季节发病 过去在四川许多地区 农民在冬春季节 主要是以小麦和红薯为主食 而这时储存小麦和红薯 又极易滋生扁刀菌 当地这种饮食习惯 基本上和矮人病的发病规律相混合 那么为什么这场怪病 后来又慢慢消失了 专家推测 随着时代的发展 家家户户不再为粮食担忧 地窖也成为了过去 居住和仓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这种怪病自然 也就逐渐消失 其实明阳寺村的古寺沟 并不是唯一一个爆发矮人病的地方 四川省的崇州 大义 广汉 简阳 滋阳 滋中 内疆 人寿等八县市的局部农村 都有发病 这个病后 主要从最早我发现的一个边区 内疆市的 现在是东兴区 老百姓把这个病区叫做八字丸 四川就堵爬 爬之丸 为什么最早发病的两个小孩 发病的时候 关节肿胀 不能占领 也就是爬 人不能占领 八字病 地域性分布极强 主要都集中在 方圆不到三四公里的狭长地带 所以专家认为 脱离治病环境 是预防控制八字病 最有效的手段 目前 大义 广安 人寿三个病区的村民 已经实行了整村搬迁 对尚无能力进行搬迁的地区 当地卫生机构 家族们宣传 因为只要养成高温征服食物的习惯 镰刀菌是很容易消除的 弥漫在矮人村多年的这种怪病谜团 终于是烟消云散了 现在呢 这些老人是搬进了村里的敬老院 他们以一种平和乐观的心态 来安详晚年的安静的生活 不过看着这些被疼痛折磨了一辈子的老人们 我们相信在真正找到了病根之后 矮人村的新一代的命运一定会得到改变 他们一定会拥有上一代人最渴望拥有的尊严和温暖 好 把握健康 拥有未来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满月婴儿 头戴巨大肉球 行似南瓜 如顶双头 生命 伦理 心情 这个葫芦娃出生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一个女人的挣扎人生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 健康之路 葫芦娃娃 下期播出